今天Aaron也有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来看一看Aaron你的 案例是什么样子的 我知道你更多的是在德克萨斯州这边 对来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我做本地主要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是为了给自己找出租房 对你有这层考虑就是 好的或者说最好的房子你自己留下来 然后不好的就用我们所说这个批发的方式 whose selling的方式卖出去 根本就自己拿下来放心好 卖出去所以 off market deal 最核心的一个 思想就是我们有 不一样的excess strategy 我们有不同选择就看你愿意做 多大的利润然后承担多大的风险 然后时长金有多大 就是千变万化 然后现在这个deal呢 是 3月份 2月份2月份购入的 是在 休顺本地 OK 外围就看这种 也是破破烂烂了 一看就知道也是有专房 你看前面草都很很久没有人碰过 树也大得不得了 是 然后呢 好像刚刚Gabry姐那句话是蛮都是垃圾 但是在我们眼中呢 其实这个是金子不是垃圾 太喜欢这样对太喜欢这样的房子了 对 乱七八糟了你看就1980年的房子乱七八糟了 然后他的背景是他一个数学教授 他的他的owner是一个数学教授 但是他是租给了他的 儿子跟儿媳妇 然后呢是去年 搬走了 然后搬走的时候就 这样子 乱七八糟 嗯 嗯 嗯 还有一些图片这里 这是主缘法 是 装修也很久没有弄过呀 乱七八糟 他想挂到网上去的话 他可能还要花钱自己把他翻信号 再找个经纪人给他挂上去 然后挂一段时间 好像在现在这样的高利率情况下呢 还要等一下贷款 你看能够贷款能不能过 总之呢 繁星是很多对他来说 如果在外行的人眼中来看呢 繁星是很多风险也很多 他也不懂得contractor呀 他也不懂得什么繁星啊 要用什么材料啊 他只能靠一个经纪人来给他分享经验经验 所以他就说哎 那我就卖给你们吧 cash bar我也 我也不用管这么多东西 也不用繁星 不用 对也不用省事嘛 有时间快嘛 对 所以那最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样 你买入多少钱 然后 这个繁星后的ARV就是繁星后的价位呢 这个房子值33万 嗯 然后呢 我当时合同购入价呢是16万 然后assignment呢 卖出去就是18万9 卖给了一个做出租房的一个人 是 对 然后呢 利润是2万9 2万9 对 对 这是你张支票 对 这是我支票 2万9200 要过户 对 对 今年的4月27号 OK 好 2万9�� 2万9200